爱里 闭门 朋友们 小凯文现在怀里抱着的这个小动物名字是什么呢 会是什么呢 可乐 没错 就是可乐 不是的 朋友们 你们知道山羊了 小山羊 超级可爱 好可爱 蓝色 天空 梦想照耀的绿色 头发 头发 这只小山羊啊 得吃爱里的头发丝呢 不过其实没有真的在吃 因为她现在还小 没有牙齿 所以朋友们不用担心 她吃的好香啊 我的头发这么好吃吗 她饿了吧 如果饿了的话 爱里现在就接过老师给冲上好的奶粉 接过了 天的天的天的 果然果然 饭饭饭 真的吃的好香啊 看来是真的饿了 哇 朋友们 你们看 现在小山羊真的在很认真的喝奶 肚子饿了吧 看起来还有点困 好像是的 老师 这只山羊叫什么名字啊 叫小羊啊 啊 小羊 小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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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快吃 哦 看来现在是吃饱了 他现在不吃了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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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 去哪 小羊有自由的灵魂 有个人在前面跑 他会跑得更快 来 摄影师 你们认真拍 羞羞羞羞羞羞羞 我在往前跑 小羊快来这里 快点快点过来 小羊 嘿嘿嘿 果然相机是最有人气的 今天相机的人气是最高的 是这样的 小羊快来 快来这快来这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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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啊 嘿嘿嘿 来来来来来来 哈哈 我们现在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了 我们今天不是来见抽佑的吗 哈哈 老师 抽佑到底在哪啊 等等 抽佑 等等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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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错了一次 嗯 艾莉 你也认错一次 嗯 刚刚摄影师朋友笑了 嗯 摄影师朋友 是在嘲笑我们吗 你们来猜猜 抽佑在哪儿吧 对 让他们猜吧 快猜吧 快猜吧 老师没事 我们自己找看看 是的 摄影师朋友 你们快回答 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呢 我们去镜头对准的地方看吗 到底在哪儿 我们靠近看看 在哪里 哦哦哦哦 没有哦 等等 等等 天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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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小虫子的名字就是抽佑吗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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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下面 真的 真的是抽佑 哦哦 有点 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有一种酸臭的味道 没有吗 嘿嘿嘿 哦 艾莉 哦 真的有味道 哈哈哈哈 稍微是有点味道的 不过朋友们 抽佑呢 不是经常会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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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放臭屁的小动物的 嗯 而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为了保护自己才会放臭屁的 等等 嘿嘿嘿嘿嘿 摄影师朋友别逗她了 适可而止了 摄影师朋友 哇 她吃了 啊 好可爱 哇 有一种 想安静的看着她吃东西的感觉 朋友们 啊 好可爱 像小孩子 天呐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她的牙齿吗 吃的好香 真的吃得很香 长得非常可爱 嗯 但是牙齿好长啊 公明感觉有点对不起臭幼呢 没错 在来之前听说臭幼会有臭味 还以为它是一种很糟的动物 但是来了这里一看一点都不糟 还非常非常可爱 那只是它保护自己的方式 嗯 对不起别忘你了 对不起 哦太可爱了 我们靠近看一下 它的脚真的很像人类的脚 还有指纹呢 看看还有指纹 哦艾莉 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抓住我的手了 我的手 嘿嘿嘿嘿 朋友们用手这样拍一下 它很快会睡着的 像小孩一样 真的像小孩一样 看来喜欢被我抱着呢 艾莉 嗯 就这样走吧 这个 女朋友 还有女朋友 她有女朋友 既然她有女朋友 那我还得把她还为女朋友才行 再见小臭幼 天哪天哪天哪 她去找女朋友了 哇 这个毛色真的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再见 那么艾莉 嗯 我们已经见到了小臭幼 嗯嗯 我有一个想诱惑的动物 嘿嘿嘿嘿 诱惑 什么呢 艾莉 啊 我想诱惑它 哦 这不是那个吗 皮卡丑 皮卡丑 嘿嘿嘿 哦 这是毛丝鼠 你喜欢钻小洞子吗 他们喜欢吃这个树叶的 放到嘴边 它就会吃下 嘿嘿嘿 嘿嘿 艾莉 以前见过毛丝鼠 毛丝鼠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手感 这个薄皮的手感 没错 非常柔软 应该是世界上 毛皮最柔软的动物 再给些吃的 天哪 竟然可以这么近距离地 观察毛丝鼠吃东西的样子 毛丝鼠 再见 毛丝鼠再见 哦 艾莉 我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什么呢 真的 你不要被吓倒 好的我知道了 什么呢 你看看这里 哪里 哇 天哪 狐狸 我觉得狐狸有点恐怖呢 艾莉 那么我先进去 好的好的 我有点害怕狐狸 狐狸啊 哦 一点都不害怕呢 嗯 真的没关系吗 真的吗 朋友们 艾莉靠子一看 感觉是有点像小狗 像那种 尾巴 尾巴长长的小狗 哇 哦天哪 好可爱 天哪 狐狸 狐狸这样 哦 等一下 对 天哪 等一下 这狐狸真的 哇 长得像狐狸一样 哈哈哈哈 哇 你真的长得很可爱 老师 这个狐狸不会这样恶狠狠地咬人吗 狐狸其实非常胆小 不会随便咬人的 哦 因为胆子很小 如果突然靠近它们就会跑走 啊 真的吗 所以要安静小心地靠近 然后给它们喂食物哦 啊 这样哦 跳跳跳 嘿嘿 朋友们你们快看 跟小狗狗们一样 哦 给你 你也要试试吗 你也跳一跳 哦 好可爱 还真的是呢 想靠近摸它们 它们就会逃走 朋友们 这就是能够摸到狐狸的方法 我们喂到 吻了就走 哦 好可爱 我现在没有食物了 没有了吗 没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 你就去见见其他动物朋友吧 哦 那什么 怎么了 刺猬 是什么呢 刺猬呢刺猬 刺猬 刺猬摸起来 手好痛呢 这次是医师朋友来摸吧 没错 是医师朋友 身上有很长的刺 哇 真的有小刺猬 那里也有 真的那里也有呢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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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猬真的不刺人吗 哦哦哦哦 哦哦哦 朋友们看到了吗 小刺猬 哦哦哦 小刺猬呢 拖住他们的 这个肚子 拿起来 这样拿好 闻到味道之后 只要他们适应了环境 就会放下自己身上的刺 来 你来试试 拖住肚子 肚子非常柔软的 也给我一只试试吧 天呐 我有点害怕 朋友们 朋友们你们看 这样拖着肚子 哇哦 真的呢 哇 小一点都不怕 好放你下来 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好可爱 今天我们呢 小凯文 今天这样 这么观察 发现我对许多小动物 都存在着无解 哦 看了之后发现 他们很温暖 也很听话 刺猬吗 嗯 我还以为刺猬 会说起他的刺来攻击呢 嗯 但是完全没有这样 没错 他们闻了味道之后 就有安全感 可以忍耐吗 啊好刺好刺好刺 哈哈哈哈 我是喊疼了的 喊疼了的 这样放过来一下 天呐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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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他感觉到了危险 就把肚子扔起来了 但是现在危险解除 又现身了 啊 原来如此 哇 真的好可爱 啊 好艾莉也挑战一下 艾莉 小心点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头吧 头吧 老师就是这种感觉吗 就是这种感觉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师我可以相信你吧 可以相信你吧 哈哈 好吧 这样拖住 然后 艾莉成功 现在还好 你呀 你觉得我一点都不危险吗 哈哈哈哈 朋友们 你们要小心 吃没有 哈哈哈哈 因为是夜行星动物 所以它们会专进小屋 即使移动了它们的小屋 也会找到专进去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动物呢 好多都是夜行星动物的 哦 真的耶 朋友们 今天我们见到了丑佑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动物 怎么样 有气吗 小凯文 你觉得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艾莉我被冻住了 那么艾莉和小凯文 再次还会去更好玩的地方 等着各位哦 艾莉 去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下宝